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它是来回循环的 你看那个发型 你看那个化妆 几十年一个轮回 甚至包括很多 很多事情 有时候网上说新出现的骗术 我一看我说这个玩意儿也不是什么新出现的呀 这当年这个很传统啊 是不是 你看有的是这个玩弄别人感情 骗财骗色什么的 好多人因为这个都上当受骗 成为社会问题 这个我就看着 哎呀 这是很古老的骗术 因为像这些东西啊 真是古以有之 你比如说在民国的时候 它还形成了一个行当 那会儿管这个呢 叫拆白党 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了解 今天咱们闲着闲着咱们就聊一聊 啊 聊聊拆白党 也算是以骨见金 给大伙长着见识 别那么容易上当 这个拆白党 这个拆白啊 这是南方的方言 就是简单来说吧 就是白吃白喝 骗财骗色 那青少年 一般来说呢 就是男的 那有个别有女的啊 现在来说 你要说到南方啊 管这叫古货仔 到东北叫该溜子 到天津叫狗烂 什么地赖 反正类似这类东西吧 后来呢 拆白党是越来越有名了 全国都知道了 于是呢 只要是骗人财物的 都叫拆白 大概就是拆白党的 名词解释啊 好了 咱们这个讲故事 谁说是 好多好多年前吧 85年92年 100年前啊 都行 这个元宵节 上海 太和大戏院门口 车水马龙 晚上有大戏上演 就在大伙排队进场的时候 这个门口 来了一个豪华的轿车 车上下来一少妇 那是明艳动人 二十来岁 穿着紫雕的大衣 浑身上下 珠光宝气 旁边带着个小女孩 大概在六七岁 后头跟着一个中年的女佣 这个扩太太下来之后 直接就进去上二楼的报信 你这个气派 这一出场 就这状态啊 这个就是富婆的本婆 坐着看戏 坐着看戏吧 大戏 开演 什么戏呢 今天演的是昆雪 一个经典的曲目 游园惊梦 就是杜丽娘 跟柳梦梅 演杜丽娘的 刚一亮相 台下满堂彩 鼓掌叫好 那很热烈 太热烈的 台上这个杜丽娘 都张不开嘴了 有人说 这是什么大角这么厉害 粉丝这么疯狂呢 这位啊 不是凡人 谁呢 袁二公子 他爹啊 就是袁世凯 按理说 那个年头唱戏的 也让人看不起 他属于是 下酒流 那这位爷 怎么干这个呢 这么大的身份呢 是不是 他在当年来说 那是一个名票 票友 有不错的朋友呢 说他是戏痴 戏疯子 什么都爱唱 小声也行 淡卷也可以 家里有钱 有事啊 遍访 名师 这些个 唱戏的名蛋 名家呀 都交捧 满村 串门去 跟人家 学几招 民间传说 说他爹死 那天 人家上戏园子 找他 回家奔丧 什么招都用了呗 连说在哭的 愣是没把他 从戏台上 弄起来 最后直到唱完了 过足了瘾 才回去 啊 这个 袁公子唱的不错 啊 而且来说 办仙也挺好 啊 人缘很好 当年很多人都喜欢跟他交朋友 我这个台下粉丝 粉丝很疯狂 啊 有人说你说他也不是专业干这个 怎么还这么些个疯狂的粉丝呢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看现在 好多演员啊 雇人到机场 啊 扮演粉丝 接机 现在好多是这个意思 啊 那么在戏园子里唱呢 不能太冷静 啊 那得人山人海才好 当然了 这个袁少爷 他用不着雇人来出门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仅仅是袁世凯的儿子 还是青帮的人物 这个青帮里边 他是排在大字辈 这个厉害了 啊 因为那会儿青帮排字 正好正排的这个大通物 三个字 咱们举一个例子 说一位杜月生 您都知道 杜月生什么字 杜月生是物字的 对吧 还有蒋介石 蒋介石当初 拜黄金荣为师 也是物字的 这一看您就知道了 黄金荣是通字的 黄金荣的师父 那才是大字的 当时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孝林 就是大字的 您这么一排 您就知道 袁公子在江湖上 什么地位 说他要唱戏 要有观众 那个都不用他说话 自有人给安排 所以呢 台下山呼海哨 那叫好的 很正常 也基本竟是这个 徒子徒四 但这个 自娱自乐 我乐意 人吃马胃 就这一场 也得花个几千大洋 但你架不住 人家戏 喜欢呢 简单接说吧 台上 袁公子 那把戏唱完了 刚唱完 二楼包厢 打出来两个巨型的条幅 上写八个大字 技艺超群 出神入化 这个场子里边 这个人们 还没反应过来呢 二楼包厢 哗啦一声 就往台上扔东西 扔了一串 这个 大金链 因为这个 这在当时 这是捧角的最高利益 往台上扔了个 金子呀 银子呀 细软 打环表啊 什么打钻戒 厉害 这个台上 这个袁公子很开心 他倒不是说 稀罕这根金链子 这个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叫事 他是这种感觉 就被人这么认可 就感觉这个 遇着知音了 再一看 包厢里边 坐着一个漂亮的少妇 就这个环境 这个舞台 灯光 底下山呼海哨的掌声 哎呦 就这个状态 一下弄得 袁公子有点五迷三道了 回到后台卸妆的时候呢 来了这么一个女佣人 就是跟着那个美妇人的女佣 拿着明铁过来 求见 说这个少妇啊 是上海大富商 赵老板的三姨态 说是慕名公子已久 想在三天之后的中午 约在惠中饭店 见个面 不知能不能赏脸 只要是别人 不敢接这个 这个情节不能轻易接 那 袁公子又什么不敢接的 青帮大自备 对吧 这有个主动投怀送报的 这个可以 简单接说吧 三天之后 来到上海滩 惠中饭店 这是名流云集的地方 公子跟三姨态 借了名 这个 谢谢您的年碰长 怎么称呼 少妇说了 自个儿的名字叫雪翠 雪翠虽然说已经有孩子了 但是呢 这个身材啊 相貌啊 和很有风韵 袁公子那是过来人 什么没见过 吃饭什么的 这都是过场 饭后才是重点 咱们不多说了 反正两个人很快 就好在了一处 这一熟的呢 雪翠就跟公子说 自己丈夫 赵老板 忙于生意 老出国 经常到什么这儿去南洋 哪儿 什么日本 尤其老去日本 就这一去一走 就是半年 我嫁到老赵去 还不到十八岁 就这一晃 闺女都七岁 现在是什么都不缺 就是寂寞难耐 哎 现在跟您好生了 觉得生活呀 有滋味 嘿 你这么一说 那个 啊 袁先生 很受用 咱打这儿起 干柴烈火 难舍难分 几乎每天都要见面 每次雪翠呢 都是坐着自个儿 加的汽车来 还是坐着车走 公子还担心 这司机会不会走漏风生啊 雪翠倒是挺豪横 没事 自己人 过了几天哪 这个雪翠 不对劲 眼泪汪汪 欲言又止 原公子得问怎么了 雪翠这才吞吞吐吐 说昨天哪 自个儿的丈夫赵老板 让人带信回来 说下周回上海 这回呢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把他跟女儿带到日本去 恐怕这一走 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 原公子一听那就翻脸了 还有人敢跟我抢女人 脑子一热得了 你呀 跟他离婚吧 跟我过 雪翠说哪不行啊 我是做小的呀 离开他就活不了了 我们全家都得仰仗着赵家 我弟弟不争气 出去赌钱 欠了别人六千银元还不上 我吃不上饭无所谓 债主说了 要是不还钱 就打断我弟弟的腿 我们家就这一个男丁 我还指望着老赵回来 帮着还债 员公子一听 嗨 我还当多了点事呢 不就是钱吗 行了 老子穷的就剩钱 一会儿的工夫 有人就送来六千银元 拿着不 哟 雪翠 这是如释重负 拿着钱 临走的时候又寒情默默的 看了公子一眼 打这儿开始 这个人就没了 袁二公子还纳闷 还琢磨 人呢 怎么人没了呢 让他老公关起来的吗 不能这么巧 怎么一拿钱就关起来呢 身边有哥们后来知道这事 就提醒他 哎呀 您这事 这事 这个套路像拆白党 员公子的布呢 那拆白党还敢算计我 那个人就乐了 有什么不敢算计的 您那个爹都没了 俗话说 人走茶凉 就算你是青帮大自辈的 那都是虚的呀 你有杜月生那么大的势力吗 凭什么不敢算计你呀 嗯 这么一说 袁公子心里也犯低咕 找了人出去扫进去吗 别说这一访 闯出问题来了 这个赵老板前几年就把家眷都接到了香港 留在上海这大宅子 早就租给了一户从宁波来的商人 什么三姨态 没人知道不知道 没听说过 就算有 也早跟着去香港了 这下呢 公子爷算是彻底清醒了 这个伙儿 不敢相信呢 雪翠呢 一大家的人呢 老的老小的小的都是家长 最后没辙了 得了 找杜月生吧 杜月生当时那是如日中天 跟上海的地下皇帝一般 那不叫事儿 手下是三角九流 遍布上海各个角落 三天就找着雪翠这团伙了 人虽然找到 事儿不好办 怎么呢 因为这个雪翠这个团伙啊 上头还有一个老板 叫张继贵 张继贵大伙可能啊 没听说过啊 你看刚才咱不说 袁公子是青帮大四辈的吗 啊 那么张继贵在青帮排哪辈呢 青帮的开山大佬啊 那会儿说张仁奎 有人说张继贵是他儿子吗 不是 比这辈分还高 张继贵的父亲是张仁奎的师父 也就是说张继贵在青帮排辈分 是祖师爷的级别 杜月生和他比起来是从孙子辈 因为张继贵有这出身背景 人家根本呢不跟青帮混 自个儿呢有一摊事 就是拆配党 他是上海拆配党的祖师爷 自个儿弄了一个扬州会馆 当时在上海那就是龙潭虎穴 谁去都不好使 但是杜月生他人精啊 这么难搞的事在他手里边 小刹 先找着袁二公子 说那个血刺我找着了 他想跑 让我的手下一枪打死了 在身上搜出来一千二百大羊 这个呢符合拆配党的规矩 都是二八分账 这钱我给您拿来了 说着把一千二交给袁公子 袁公子虽然是顽固子弟 他不傻呀 一看就知道 这事杜月生啊自己扛了 什么玩意枪打死了 对吧 但是你说你就来句死尸 把脸砸花了 愣说是他 咱也没辙 杜月生 看看袁二公子不吭声 点了点头 说您这样 给我呀 两天 我把他幕后的人揪出来 又过两天 杜月生派人送来六千大羊 说钱追回来了 袁二公子知道 这是杜月生给台阶 那还能怎么着 给回个信 得了 钱我不要了 给弟兄们 分分 大伙辛苦了 这事呢 也就算是满天云在散 民国当时来说 上海他每天都不缺新闻 这袁二公子的这事 刚过去半个月 报纸上又出一新闻 社交名媛 裴燕妮要发行彩票 花俩大羊 买一张彩票 有机会中三万 更爆炸的是 中头彩的人 有机会跟这裴燕妮 一度春宵 报纸还有照片呢 好家伙 这就勾起了全上海流氓的兴趣 裴燕妮是个混血美女 当时在上海 她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交地花 这个彩票一般人买不起呀 那时候两个银员 能供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读一个学期的书 你就算狠心买张彩票 那个中奖的几率太低了 这个彩票广告满天飞呀 哎哟 那么说彩票谁买得多呢 扬州会馆的公子张继贵 自打广告一登出来 张继贵坐不住了 她的徒子徒孙都知道 老大有钱有事 不缺女人 不缺钱 但是有一二爱好 最爱这个西洋美女 但是她接触不上 接触得也少 何况这是十里扬场的 这个名媛呢 嘿 手下面合计着 这个机会难得呀 是不是 就找了一个脑子好使的账房先生 给他算了算账 说彩票买得越多 越可能中奖 哎 如果喝起火了买 怎么都是稳赚不赔的事 咱们呢出钱入股 组团买彩票 赚来的钱大伙一分 赚来这裴燕妮 让老大睡觉 两全其美 你说这玩意 他们这个智商 怎么干拆白党去呢 是不是 终于到了彩票 开奖的日子 开奖地点 就在云二公子唱戏的 太和大戏院 戏院里边好家伙 这人呐 乌殃乌殃的 这些都是人 张继棍也早早来 从包厢里一看 在座的 大部分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穿黑衣黑裤 代表什么呀 代表了 扬州公馆在上海滩的 实力 心说行了 裴燕妮啊 这是我吃定力了 开奖时间到了呀 裴燕妮呢 一直没现身 等吧 我戏院经理叫来 怎么回事 您别着急 再等会儿 可能堵车 哦等 又等会儿 还没来 您再等会儿 这底下就乱了 开始有人喊 后来越喊越多 半个小时 底下乱套了 哎呦呼 戏院老板也 抓起来打 啊 这个大场面 他不可能没有记者呀 结果 张继贵 打戏员老板的照片 第二天 成了头条 标题就是 拆拍党 反背拆拍 谁最开心呢 这场好戏的幕后主使 袁二公子 不过这不是他的主意 他找了高人了 因为他在天津吧 那会儿南上海 北天津 是中国最繁华的俩城市 也是鱼龙混杂的城市 说白了 你上海有了 天津都有 你别以为上海有拆拍党 天津也有这方面行家 名声最大 组织最严密 分工最明确的 是一个骗术的帮派 叫老岳 二公子为了报仇 联系了天津卫的第一老岳 冯宝全 托他在上海做个局 要报复张继贵 在天津 原界有失灵 冯宝全 那行 这样吧 我老了 我跑那么远 派我徒弟张奎智 上上海帮你 这个局就是为了张继贵 量身定制的 为了引他入局 张奎智绞尽脑汁游说这个裴燕丽 裴燕丽也是见钱养开 一听说露脸 登广告 有一半钱可赚 就同意了 然后按计划 张奎智给他安排船票出国了 到时候再回来就说在国外 这事我不知道 有人打着我的旗号行骗 我也是受害者 你毕竟孩子在上海滩上混 得摘干净 彩票开奖第二天 袁公子捧着报纸 乐子不行了 太开心了 高兴 关键这个局不但能一雪 前尺还有前转 这回彩票收了是十八万银元 抛开他前期的本钱 高系园子登广告印彩票 按照跟冯宝权的约定 完事儿 二一天做五 他转了一个盆满钵满 分完钱之后 各奔东西 但连着三天 那个张奎智也没登门 诶 张奎智呢 我悠然耍了 到天津找冯宝权 一问 张奎智出发之后呢 就断了信音 对上海的事 冯宝权也不知道 他也扫定我徒弟哪去了 那么他去哪呢 这哥们从天津一上船 就让人给坐了 到上海那个 是假张奎智 这个把张奎智做调的人 叫张忠林 张忠林 骗了这么多钱 最后怎么样呢 据说 后来北伐军收到过一笔 匿名的巨款 捐款的写了个条 字条写的是 推翻帝国主义 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把革命推向全国 这个故事记载在一本反片的笔记里头 真假不知 但起码寄托了作者的一个美好愿望 道义有道 片子里头也有大义之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